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A還有TWICH 那在天天節手遊官方的TOP網站上面 然後有一個手遊情報 戰鬥動畫史詩級更新 絕學飛行神劍2.0 華麗登場 好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這個 這上面有一個圖片 這個應該就是夏侯儀跟冰里 不是應該就是夏侯儀跟冰里 這一個這張看起來就是重逢之後的夏侯儀跟冰里 因為夏侯儀的裝扮看起來是天地節的裝扮 左手應該是鐵手沒錯 所以應該是在手遊當中可以 可以完成夏侯儀找尋冰里這個這個路線 是不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集主要要跟各位觀眾分享的是飛行神劍 那這邊有講一個在手遊序當中 十輪儀軌中竟然換回了兩位過往之人 殷劍品和夏侯儀 為解決西亞的惡徒們 殷劍品一招華麗的飛行神劍 瞬間便將一名敵人擊倒 然後夏侯儀開了一個大招九句分面 好 這是在天地節手遊裡面的第一章節 OK 雖然我覺得很帥 但是我的隊友比我更帥的難題是時候必須要解決一下了 要說起硬劍品最得意絕學 那肯定是天獵武劍 天獵武劍並不是某一個特定的劍招 而是日輪神劍幻月神劍火靈神劍天華神劍飛行神劍 這五大天玄門成名劍術的並稱 而越有遺憾的是此招威力極強 即使是在劍術上頗有悟性的陰劍品 也無法全部掌握 而飛行神劍這個以高攻擊力劍掌的絕學 是天獵武劍中威力最為強大的一招 而在手流中陰劍品所使用的最強劍招 正是飛行神劍 為了讓我們的陰劍品擁有更足的盤眼 也進一步重現這個帥劣天技的絕學 我們對他的技能特效做了進一步的精進 畢竟這招實在太酷了 好這個是舊版的 誒為什麼這個會出現 好這樣子好了 OK這舊版 你看舊版那個很一開始攻擊很少 好又有砍這個有重現那個天獵劍 乾淨遊戲裡面那個動作 大家如果忘記的話可以去看我之前錄的 天獵劍正派的招式拳擊大拳 裡面有這一招飛行神劍 好新版的呢 新版的長這樣 好再看一次重頭 為什麼覺得新版很華麗 我覺得後面改成 新版的比較好 前面還是維持舊版的 我覺得比較好啦 哇塞 當然這也是帥啦 OK 出劍之快 已能見到 幻影之境界 常見中的劍甲中 飛遲而出 化為漫天見雨 此為預見之極境 好這是手握中的劍甲的部分 好 平時背負了身後的劍甲 終於不再是雞肋般的存在 為崛起而生 目前遊戲的優化進度和製作人 頭髮掉落一樣 已經肉眼可見 事有大事即將發生 而新興的少俠最近是不是發生一些小變化 然後興起異常激動呢 這裡小師妹向各位鄭重聲明 你們所做的所有猜測都可能是真的 所謂兵馬未動兩草先行 且等待小師妹來一個華麗的爆料吧 這邊是不是抽獎了 然後有眼都有眼我覺得蠻好笑的 趕緊供測吧 聽我的好嗎 我已經開完原神了 你們再不測我可真的沒錢了 這個我看不太懂 會不會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為什麼我覺得2.0反而不如舊版 欸有人說到我的心聲了 欸真的欸 舊版的那個一開始那個啪啪啪 是不是忽快忽慢我覺得比較 盾感比較明顯 啥都沒玩找你們就史詩更新了 那工作以後更新叫啥更新 傳說更新 哈哈哈哈 超靠北的 玩友也是蠻有梗的 欸大家都覺得舊版比較好看 就是收招停頓真的比較重要 嗯講得很好 啊 飛行還原吧 原版的飛行是過於前逗 你多加幾下斬擊動作就好了啊 你這麼改一改變 獨孤九劍加火靈神劍加御劍術 劍七劍哪都用不上 難道只是用來放九一天頓之劍嗎 星空爆裂戰 留言真的是 下輩子 希望能玩到 太久了啊 我覺得他們 一開始先放公測 然後等 那大家等這麼久 大家之後沒有耐心 你應該是快好的時候 才開放公測才對啊 好了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集的解說 喜歡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LB還有追蹤 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拜拜